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條件機率的概念 所謂的條件機率簡單來講 就是說一個事件A在事件B已經發生的條件之下 然後才發生的這個機率 我們就叫所謂的條件機率 也就是說當有一個事件B已經發生之後 我們再觀察到A發生的機率 這樣的一個機率就是所謂的條件機率 它跟直接觀察A發生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條件就是B已經發生了 條件機率的表示方式會寫成P 然後跨弧A然後一條直線然後B 那讀作A在B發生的條件下在發生的機率 那它的定義有點複雜 請大家看下面這個式子 也就是當B發生之後 再發生A的這個機率呢 它會等於A跟B的交集的這個機率 除上B發生的機率 那這就是所謂的B發生之後 再發生A的這個條件機率 好接下來我們用一個範例來說明什麼是條件機率 假設A代表只有兩個骰子的點數剛好是6的事件 而B代表只有兩個骰子的點數是相等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要問說 當我丟兩個骰子 點數剛好會相等 而且呢 點數核剛好會是6的這樣的一個機率 就是一個條件機率 它跟我們丟骰子 點數核剛好是6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條件 那就是兩個骰子的點數要相等 所以我們應用剛剛我們提到這個條件機率的公式 所以先觀察到B之後再觀察到A的這樣的一個條件機率 會等於A跟B的交集的這個機率 除上B發生的這個機率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剛剛的條件是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 揪出來兩個骰子 它的點數是相等的時候 我們觀察到 它的總和會是6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兩個骰子點數會相等的機會 是6分之1 因為它的可能性就是 1跟1 2跟2 3跟3 4跟4 5跟5 6跟6 所以剛好是有6種可能 那總共有36種可能裡頭 它有6種的情況會符合我們的條件 所以它發生的機率是6分之1 可是在這6分之1當中呢 我們要觀察到說 它的總和會 點數的總和會是6 那我們知道 它既要兩個點數相等 然後呢 它的總和會是6 那所以呢 這個A跟B的這個交集的機率 只有36分之1 因為只有 當我們直出3跟3的時候 它才會滿足A跟B這兩個條件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問的不是說 今天我們丟出兩個骰子點數 即加起來是6 而且點數會相等 我們是問說 如果我現在已經丟出來這兩個骰子的點數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兩個骰子點數相等的時候 那這條件之下 剛好它的點數還會是6的時候是多少 所以我們的分子呢 是36分之1 而我們的分母是6分之1 所以答案就是6分之1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已經知道 這兩個骰子的點數是相等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 這兩個骰子的點數呢 它的總和會是6 這樣的一個條件機率是多少 那就是36分之1 除以6分之1 剛好等於6分之1 那這個條件機率的公式呢 我們再把它寫一遍 所以呢 在B已經出現之下 再觀察到A的機率 我們可以寫成 A跟B的這個交集的這個機率 除上這個B發生的這個機率 那同樣的 我們現在把這個條件顛倒過來 假設我想要知道 A已經發生之後 再發生B的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套用這個公式 我們就知道 分子的地方不變 還是A跟B的交集的機率 但是分母的地方 我們要改成是 A發生的這個機率 所以呢 當A已經發生之後 再觀察到B發生的這個機率 就會等於 A跟B的交集的機率 除上A發生的這個機率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式子呢 裡頭有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分子的地方 都是A跟B的交集所發生的這個機率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事實 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也就是說呢 B發生之後 再發生A的條件機率 乘上B的這個機率 會等於A發生之後 再觀察到B的條件機率 乘上A的這個機率 所以這等式的兩邊是相等的 因為它都等於 A跟B的交集所發生的機率 那這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 因為我們把剛剛這個式子 整理一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 當B發生之後 再觀察到A的這樣的一個條件機率 就會等於 A發生之後 再觀察到B的條件機率 乘上A的機率 再除以B的機率 那這樣的一個式子 就是很有名的一個倍式定理 在B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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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發生的機率